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关于教会的问题 第一个礼拜就讲到教会和家企的联合 所以这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庭福音化这件事 家庭福音化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跟一个家企一个成员 开始领悟到上帝的爱 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 我们每一个蒙神所爱的人 其实都应该在跟人家相处里面演出这份爱 圣经说好像有个人一书说 不爱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 其实我们爱家人是很正常很积背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软弱 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 为了对我们一些伤害 一些痴痛 我们就爱不到他们 人的爱是经不起时间和实况的考验 那时候我们听完一篇道 可能会立志回去爱我们家人 但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家人的软弱 心里面的反感就会走出来 要爱自己的家人 要从有爱的源头里面得到心灵的医治 我们才有这个爱人的能力 所以才有这份爱 我们不能够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灵受爱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能够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灵受爱 但是爱的源头就是上帝 他没有改变我们而这样去爱我们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去爱我们 就好像说我们还了罪人的时候 上帝就为我们写十字架上高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掩明 不是一次这样的爱 就是我们天天要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你看到上帝的爱 你有多少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有多幼缘 有多幼温柔 你对家人的看法 看它的软弱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过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开 我们思想一下爱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兄弟姐妹 爱我们的儿女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爱我我才爱你 这个就是一个很凭自己的感觉 很凭仁义去爱我们的家人 这种爱是最圆弱的 环境一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爱就没有了 另一种爱就像父母爱儿女的爱一样 是越爱越担忧的 其实上帝是叫我们得自由的爱 得喜乐的爱 但有些我们一定要不放 一定要捉住 一定要担惊受怕 其实这种爱是一种弱族的爱 三种爱我们的家人的方法就是 我们的确很爱他们 帮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家人不灵情 可能是父母 还要是男性女 又或者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所以其实心里面是受伤的 这种爱是带着痛苦的爱 但最后一种爱是无条件的爱 是经得起考验的爱 就算自己受伤了 但是爱得更加坚定 更加是保护 更加是体信 这种感觉是越来越深 不放弃 不改变 因为我们要救我们家人 离开这个地獄群绑 这种爱是坚定的 因为我们有爱的源头 在我们心里面的混合 有一天他们会借着我们的爱 而改变 我们这样爱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改变一次 两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所以家庭里面没什么问题 我们经常说家庭和教会一样 都是没什么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爱 因为如果教会或者家庭里面有爱的时候 很多问题都可以迎人而解 因为爱就是生命 这个生命都能够叫死的活过来 最差的环境都会变好 只要我们仰望这个爱的源头的时候 虽然我们觉得很难 但是上帝借着圣灵 会做很多奇远的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药室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很熟药室的故事 大家会记得她的彩衣 记得她的兄弟卖在埃及 很多人都觉得很伟大 她很有信心 她连克服很多困难 克服很多伤害 克服很多问题 去照顾她的家人 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到 她十七岁开始 上帝给她家庭欢迎化的应许 她 记得她做了两个梦 一个梦是梦见和菌向她鞠躬 另一个梦就是梦见星星 太阳 月亮 都向她下拜 其实这些都是说到她家庭福音化的事实 上帝就将这个应许送给她 但之后经过很多苦难 其实这些苦难是上帝去验证她 上帝用这些苦难去掩明上帝对她最大的爱 当她明白了上帝给她的爱的时候 她就知道如何和她家人相处 原谅她们的过错 圣灵就在我们梦爱的心 有这个心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就会改变 圣灵会做一些事 好像约住家一样 虽然她爸爸很软弱 她哥哥对她很凶残 要杀了她 但经过圣灵的工作之后 她们都开始改变 她们都悟悔 整个家庭福音化起来 所以我们强调就是说 如果我们家人改变很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放眼睛在她那里 我们的眼睛应该放在哪里 放在主那里 有时是我们心里有爱不够 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 圣灵不会工作 但如果我们心里有爱的时候 圣灵就会工作 叫我们想起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想起过的事情 发现一些理由 让我们去爱 伤害我们的家人 心灵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都是凡人 我们不是上帝 人心软弱起来的时候 是很难让圣灵去工作 也很难让圣灵去感动 但我们要知道 所有叫人心改变的工作 都不是我们人去做 而是圣灵去工作 在每个人的心里去动工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家庭福音法发生呢 就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个人 真信耶稣 真信耶稣的应许 就是这个家庭的祭司 如果你家里有两个人信耶稣的话 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教会 因为圣灵还空 有两三个人和我的命 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就在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最少有一个 在家庭里面兴起的祭司 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 我们看回《错世纪》 就是三十七章第二节 若是十七岁开始蒙恩 娶将哥哥的恶行 报给他的父亲听 想父亲叫他们改 但其实这件事是带来什么呢 带来更多的事情 带来更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这个哥哥就开始对他发生转言 因为第十二节讲的是什么 不如他船黄的话 接着有什么 有疾度 没有爱 看下去的时候 他们说是什么 他们要杀了他 杀了他就是说我们要杀了药室 告诉他爸爸 他是给晚寿去吃错 但有兄弟说不如把他卖了算吧 结果他卖了他去埃及 给一个叫波提佛的人 我们看下去 卖到埃及去给一个法老的内臣 那个护衛长叫波提佛 他在波提佛里面 圣经用一句说话去形容他的生活就是什么呢 药室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八事顺利 一句说话就是 耶和华与他同在 药室就是看到这个事实 都是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不单止他看见 连他主人也看见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 是他手里所办的事顺都顺利 圣经就轻轻地带过这句话 所以我们家庭中有一个人 他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这个成为他的定见 这件事上帝就会继续在他家里面同供 其实我们看回雅各家 雅各家是很软弱的 雅各除了四个太太 那些哥哥是衰到什么呢 连自己骨肉之亲都想杀的 我们家里怎么衰都不会衰成这样 虽然我们家里没有那么衰 但是我们家里也有很多问题 你会说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家里有一个兴起来的祭司 祭司就是在神和人中间的桥梁 好像若西一样 当若西很受苦的时候 他是什么呢 他仰望耶和华 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 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就在药室的家里面去弄工 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看回 他做了宰相 他帮一个酒政去解梦 也帮一个少长去解梦 但很可惜那个酒政因为忘记了他的恩惠 两年之后才想起他恩惠 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 他也帮法老解了个梦 知道有七年丰收 七年的饥荒 他帮法老去治理整个埃及的国家 他就是一人之下卖人之上的埃及的宰相 当你知道亚国家有饥荒 加拿地有饥荒的时候 他们要上去买粮 他们要去埃及买粮 他们已经不认得药室了 但药室就认得他们 要用一些计划去试他们 看看他们会不会因为 好像以前卖他一样 卖他的最小的弟弟给他们 但他试验过之后 发觉他们的哥哥已经改变了 他知道他哥哥 已经不是以前那群要害他的哥哥 所以他就照顾他们 我们看下去 他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药室就对他大人听闻说 我是药室 我的父亲还在摩 他跟他们相应 但兄弟都不敢回答他 因为他害过他的老兵 但药室就跟他说 你们更前来 他就对他们说 我是你的兄弟药室 就是你们所买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把我买到这类 自忧自恨 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存性命 所以其实他一直不知道 上帝这样带领他 他为了他的家 差距来这里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下个的家要家庭福音法 给予相亲相爱 家庭福音法这个概念 大家有没有 其实什么叫家庭福音法 其实家庭福音法不是说 我们全家都信耶稣 这样叫家庭福音法 而家庭福音法就是说 我们要整个家 在上帝的爱里面 彼此的伤害 彼此的运行 就好像 就算 最后雅各离开世界之后 弱室都没有因为 爸爸走了 而去报仇 而是跟他们相亲相爱 我们看下去 最后终于第五十节的经文 因为他爸爸死了 哥哥就害怕 就来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希望雅各去原谅他 但是弱室说 你不需要害怕 我起来不耐替神呢 那最后再终下去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爱我的 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为了保持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当地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的妇人太子 所以最后 弱室用什么 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 整个故事 开头 他哥哥是用什么 用恶言恶怨去说 到最后结束这个故事的时候 弱室是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哥哥 所以事实是什么 无论弱室遇到多少苦难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上帝在他身上的英雄也没有任何改变 无论弱室遇到十一个哥哥 多么衰 多么残暴 多么无理 但是他整个雅各家都是上帝所爱的以色列 有时一天里面我们绝望起上来 但是当我们看到事实的时候 我的家庭其实是尊贵的 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软弱 一直去看人的行为 我们要看人的生命 我们不要一直看情况 不去看上帝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应许 行为和情况有时会攻击到我们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不可以 我们的家人必恩我们的梦福 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和我们的眼光 和他身边的人 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重点 圣经从来不是高举某些某些为人 而重点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 甚至他的行为比很多外国人更加減弱 但是上帝仍然仍然爱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弄断我们的家人 也不要生我们的家人 有时我们要改我们的眼睛 若是他17岁知道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他说要拯救他的家人 但是他那时候的爱心不够 神的做法就很奇妙 神的做法就是将他拿来你的家 让他卖到埃及他里面 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对他的应许 他知道上帝是爱他们 他的家里必定因他梦福 所以无论他做任何事情 就算他做一个在坐牢的人 他都是尽心尽力去做一个做好坐牢的人 他当去服侍他的主人波腾佛的时候 他都是用尽他所有的能力去服侍他 所以看到他是蒙上帝越纳他 虽然他被他主母害害到坐牢 但是后来他因为和人解梦的时候 上帝就将他升为埃及的首相 宰相 所以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 他改变他哥哥的时候 上帝就将他带走了 用13年里面 他去念证他 他所受的每一样的苦错 都是将他的爱提升 用他懂得如何去爱他的家人 和你相信家人要因你梦福的时候 你肯为他切切地讨告的时候 上帝就会做一些事发生 就像他的家庭一样 他遇到饥荒 他要上去买粮 去预回他们 而他放在埃及的时候 他都是为他家里去预备这个粮食 所以眼睛不要放在他们的软弱 眼睛要转 上帝怎样爱我 上帝还不会爱我的家人 有一天 他们会遇到一些情况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自然会来 这就是约瑟的故事 教导我们如何为家人去讨告 为开一条路 上帝要我们成就 我们叫一个人 在爱里面 成就这个家庭饭饭法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约瑟的家人 其实每一个都吃热和话 就是大家 但是他们一起的光景是怎样呢 但是他们的光景就是不合神的心意 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说到加利福音法 不单单只是一个任务完成了就算 不是全家信主就算 我们看看约瑟的结局就是说 当他父亲死了之后 刚才在第十节那里说的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和这个妇人 他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 其实这里说到 彼此看到大家的尊贵 大家都是神所爱的儿女 这个爱 这幅图画 才叫做家庭福音法 这个是上帝所要的 为什么有时才不做事呢 其实就是因为当中我们的爱不够 其实我们说和家人传福音呢 很简单的一个字就是我们爱他们 我们在爱里面传福音 在爱里面让家人感动到 神的爱 这个就是向家人的传福音 其实都是说我爱 有时家人会抽清我们说 你们讲得这么好听 你们基督教的东西这么好听 但你实际上怎么爱我们呢 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软弱 我们不懂得怎么爱他们 所以我们要更加去认识他们的情况 了解他们的需要 有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献上讨告 当我们更深入去认识我们家人的时候 我们才找到爱他们的理由 和家人产生一个爱的关系 我们必定我们和他爱的每一天都不断地去增长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蒙灯的干净的时候 其实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甚至包括他们给我们的伤害 好像弱身一样 他们伤害弱身 迈他们退到埃及这个地方 他们反映出来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是为我们好 为我们在一个软弱的家人里磨练我们 让我们是醒不过来 发现过来 我们有时的爱是不足够的 上帝用13年 让约瑟去领受这个爱 他都会用长时间 让我们去领受这个爱 这个就是他的心 其实约瑟有没有那么开心呢 其实在他改他的子的名字的时候 他的儿子叫马拉西 其实马拉西的意思就是忘记 忘记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叫我忘记一切的苦毒 忘记我的父家 其实他是有伤害的 但是他的伤害被他信上帝的事实 所掩盖了 事实就是上帝每时每刻都遇了失同在 所以神在一个家里的工作 全体是由一个明白神的爱的祭司开始 但每一个人家里都是很熟悉的时候 所说的都是一些失望的东西 很差的东西 唯有一个人 他是注重上帝的说话 他是明白真理 这个家庭福音法的时间表就开始了 他会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他的家人 为他的家人祷告 他是一个真信上帝应许的人 当他要站出来的时候 这个家庭的转机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关口 很多时候都是有两个意念 一个意念就是说 我相信上帝的应许 我还在我的家里都必须得够 第一个就是说 现实的情况是这样 很糟糕 知道怎么可以传福音 所以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在那种 和上帝睡觉 都是知道哪一个是应许 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 我们家庭福音法的时间表就开始了 我们多注重上帝做什么 多发现有什么事发生 让我家人可以顺着 所以每一件事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才会有转机 因为人的情况在条件上高 我们会卡住我们 我们不知道怎么为我们家人去讨告 但我们要经过这个确认 才有这个定见 我们信神的应许多 现在我们信神的情况多 我们信神的情况多 我们坐下来 我们一定要祈祷 普告 将我们心意专一的仰望神 就像圣经说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上帝 只信一个 听从这个应许 就算我们银行没钱 但我们要信耶和华以南 耶和华供应者 这个才是事实 虽然可能我们有疾病 但我们要信是什么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的医治者 当我们心归向这个事实的时候 就好像在药室身上发生的事一样 他家庭的人的情况 软弱 大家都看得到的 但是上帝说这个不是事实 上帝的事实是什么 我爱瓦角这个家庭 他是以色列 每一个都是他所爱的 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担心去依靠上帝 不是再留在那个失败 挫折 受伤的感觉里面 其实这个说到是什么 心得医治这两个东西 当心得医治的时候 心是从你归向这个信念开始来的 挫折不是事实 但如果挫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高 永远成为一个 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 就会影响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成为了自己看人 看情况的眼光 那其实心灵里面是残缺 无法在一个受伤或挫折里面 去享受上帝的爱 好像若瑟一样 他定见在上帝给他的情怀是最好的 他忠心于在他的角色上高 不会自哀自怜 这样的时候 上帝的恩寿就会临到他 所以一定要通过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究竟谁是事实呢 神境爱是事实 我家里的环境是事实 第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心里面得到上帝的意志 不是留在那个自哀自怜的环境里面 不是留在一个土厌埋怨的里面 开始对家人生发这个爱 第三 就是将上帝放在你现在周围所发生的事 当作最好的 无论喜不喜欢也好 无论这个人你喜不喜欢也好 上帝放在你身边的时候 一定有他的微意在里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去旅行 他在一个地方比较 这一山公园去玩 玩完之后就走 大家都没什么开心 不开心 但是当我们上车的时候就开始落 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就是 我感谢上帝 整个过程我们教会的旅行的时候 都没有下去 当我们一上了旅行车之后 就开始落 虽然那旅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事发生 但是当你看到上帝的恩手托着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上帝的爱 是与你同在 所以家庭中 丈夫要先蒙恩 我们说话要有恩怨 有权柄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你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将家庭复恩法 这件事当为一个最大的挑战 也当为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很大的冠冕 首先我们不可以再留在 给自己有一个藉口 他们没有救了 我们家里很糟糕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们传复恩 太多太多藉口 我们的生命是因为这个家庭才会蒙恩 好像约失一样 因为有这个家庭 他才会被卖到埃及 也都是唯有我们生命回复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 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祝福这个这样的家庭 好像约失一样 虽然他被陷害 卖到埃及 最终成为宰相 恢复一切蒙恩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的家庭 所有的好事不好事都有上帝的掌权 为了叫我们在基督里蒙受爱 和绝对祂祝福 当我们确认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开始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家里发生 第二就是重新用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去看我们家庭 家庭一定有问题 好像约失的家庭都有问题 很软弱 但接着一件事就是知道 上帝放在我们这里 我们认识了上帝 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祭司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样去爱我们的人 我们顺利的应许 捉住这些应许去过他们的生活 第二就是将我们的担心变为祷告 祷告我们心里真的有平衡 圣灵就会开始工作 第三就是对家人的遗憾和伤害 但是要恢复雅各的应许 就像第二十节那里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 但是神的意思原始好的 唯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在主的爱里面领受更加多的爱 更加多的爱才可以遮掩很多很多的错诀 所以在家里面多讲爱 少讲道理 有几样实际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首先我们自己改变 我们自己改变的时候 我们不要求别人去做 我们自己先蒙恩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蒙恩 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广闊 我们的眼睛更加确闊 看到家人的需要 我们经常说 丈夫是要妻子去顺服她 但是丈夫是用爱和尊敬 去令妻子去顺服她 而妻子顺服丈夫 要丈夫爱你的时候 就是用顺服这件事叫丈夫去爱她 所以自己先改变 如果太太先蒙恩的 太太你就是祭司 如果丈夫先蒙恩的 丈夫你就是祭司 如果你是做仪女的 你先蒙恩的 你就是这个家庭的祭司 我们自己先蒙恩 我们个人呼音化了 之后可以讲家庭的呼音化 第二就是一个谦阳的原则 谦阳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别人 有时候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 去衡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 尽所能都是要活在一个和睦的里面 不要给此惹大家的喜 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他不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控制自己不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言语是很厉害的武器 言语可以杀人 言语也可以救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 就是当他在发火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搏火了 我们可能静一静 让一让一让 第三就是我们爱家人的时候 要 爱家人是得能力的 不是付出的 是有权柄的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爱妻子的 就是一个真的男人 爱孩子的就是一个好的母亲 上帝有无限的爱 这个就是源头 也有无限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思想 我们确认过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我们为这件事祷告 如果我们心灵得医治 如果我们得了医治之后 我们就可以活过来 我们家里的时间表才可以开始 上帝会用一些情况 一些事发生 令到我们家人跟着我们的蒙恩 所以船家呼音化的情况就开始 今天我用约瑟的故事 和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回家看一看 旧世纪第37章 第50章 整个约瑟的故事 你会明白 为什么上帝会叫约瑟去经过这么多事情 因为他的爱不足 他在上帝的源头拿到足够的爱 他要爱他的家人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就改变他的家 让他们真是相亲相爱 最后我们读多一次 刚才的经文 第20节 1 2 3 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 愿是好的 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我们要不要失望 我们要定睁在上帝那里 上帝会在我们家里做工 让我们个人欢迎化 家庭欢迎化 每一个都是蒙神所爱 他的儿女 我们在家里相亲相爱 我们教会的生活 影响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们家庭的生活 也都带来我们教会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法治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说 感谢你用你的道 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先向你所给我们的鹰去 抓紧你的鹰去 你每一个人所看的眼光 都是从你的眼光去看 你放我们在这个家里的时候 一定有你的美意 虽然身边的人可能有很多伤害 很多软弱 但是我们不看这些东西 我们看的是神你的鹰去 我们在捉紧你的鹰去的时候 你就会在我们的家里不同功 让我们相亲相爱 就像你爱我们一样 帮助我们有一个蒙恩的眼光 去看我们的家人 不再一样的 不是在看你的软弱 不是在看你的伤害 而是看到神 你都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 让我们统得如何用你的爱去爱他们 让我们有熟灵的眼睛 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 让我们的爱 都是能够包容大家彼此的圆弱 让我们先改变 不要有藉口 让我们懂得如何为家庭福音化去祷告 虽然可能现在是孤单的 但是不要紧 但是上帝你会做歧视 你要藉着圣灵 是帮助我们去成为 藉着你家庭福音化的事 就好像药室一样 要用十三年的时间 让他去经历你的爱 让他知道你的爱已经大 的时候 他就懂得如何去爱他家人 拯就这个以色列伟大的家庭 虽然每一个人都软弱 但是神你不会轻航 因为你所爱的 你必拯救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定见 又从你而来的深思意念 让我们所听进的华语 都成为我们的指引 让我们过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都是梦里的大律 祝福这段时间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 阿们 祝福 阿们 祝福 阿们 感谢观看